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石头不忍心小豆子天天挨打 想让小豆子逃出西班 这次偶然的外出 也让小豆子静止到嚼的魅力 小豆子决定重回西班 当小豆子看着放自己出去的石头正惨到毒打时 逐动烟球择罚 而观资府也毫不客气 狠狠地抽打了小豆子 而和小豆子一起回来的小赖子直接吓破了打 一口一口地咬着最喜欢吃的冰糖葫芦 最后选择删掉 这场大择罚终于结束 一天堂会临近 金丽来到西班查看 一眼相中了眉清目秀的小豆子 可是偏偏挑选小豆子总会唱错的情目 金丽大失所望 石头知道如果让金丽走后 小豆子以后的日子绝对非常难过 他含着眼泪地把烟枪塞入了小豆子锤里 最后开始了表演武生戏 终于挽回了金丽的步伐 而在一旁的小豆子也终于唱出了 我本是女娇和 成功挽回了生意 在堂会上小豆子和石头表演的霸王别姬大放一载 而表演鱼记的小豆子却被台下的老公公看中 被人强行带到公公府上 当晚小豆子惨到侮辱 他挖念俱灰地走出了公公府 而大师兄不拎的求望发生了什么 可是豆子什么都不肯说 在回家的路上 小豆子发现了一个弃音 他把这个有着同病相邻的婴儿带回了西班 中演间到了1937年 这时候小豆子和石头分别取义名为 陈天一和段小龙 他俩和颖的霸王别姬 郁满京城 长长爆门 由于长时间掺蛋脚 小豆子也越来越女性化 还对充满阳心魅力的石头 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可是石头却一直把豆子 当作是自己最好的兄弟 一次偶然的机会 石头其实在花满楼头拍妊女局限 男人很快就订婚了 还深感备慌的豆子 还是为石头把他用驱虏换来 向往已久的名贵宝剑赠予他 望着最信心的他 豆子决定不再与石头和颖霸王别姬 还就在这时 日本人进了城 日本人污入了石头的戏符 包他的石头直接把茶壶砸到尾心头上 直接被抓了起来 日本军官要求小豆子读上一场戏 才又犯了石头 本来豆子收到消息后 立刻出发前往救石头 他由菊仙找上门 并对绰绰逼人的菊仙 小豆子至其不想去 菊仙也知道不对劲 最终表示服软 并坐下保证 坐下石头后 自己便离开石头 小豆子一场精彩的戏剧 最终打动日本人 石头黯然无怨地被放了出来 可是石头却骂小豆子是汉奸 而菊仙也违背了誓言 和石头成婚 小豆子备受打击 选择吸食鸦片麻醉自己 而不再战戏的石头 也整天在家无所食吃 宁氏乙高的官师傅听闻后 招呼他俩过来 官师傅把他俩打醒 他俩聚合作 而宁氏乙高的官师傅 最终敌不过岁月的钦齿 插手人寰 西班也被迫解散 独留一个当年解过来的婴儿 小四 小豆子收下他 并叫他唱戏 到了1945年 抗战结束 小豆子足自在台上 给一群国军士兵唱戏 台下闹哄哄的一片 对小豆子肆意嘲笑 而石头出名维护他 却惨到毒胆 居然在荒漫之中 被转倒 逃致流产 而小豆子因为当年旧石头 为日本人唱戏 被人带走了 石头请求四爷救人 本来四爷不打算救人 可是当局先拿出大年小豆子 从四爷这里得到了宝剑 四爷最终决定帮忙 而局先还剩这个关头 要写石头写下了绝交信 小豆子望着信上内容 深感绝望 不顾四爷和石头的帮助 承认给日本唱戏的事实 一看小豆子 马上就被处于死刑 没想到国军的一名高官 看中了小豆子唱戏才能 出面保释 小豆子无罪是法 从此小豆子为国军唱戏 到了1949年 国民党被赶到台湾 石头和小豆子开始为解放金唱戏 由于小豆子早年抽食鸦片 在台上探杂了 石头马上出面维护小豆子 可是等待的却不是毒打 还是雷鸣般的战胜 之后小豆子决定一切大英 而这时候的中国 进入了解放时期 四爷被打入了反革命分子 而小四望着外面四彩八弹的社会 心思浮想联翩 他不想练功 不想吃苦 一心想要出人头敌 最终与小豆子决裂而去 接着小四利用轨迹 替换掉了小豆子的角色 最初石头决定霸眼 可是迫于形势 只能站在表演 小豆子在后台 看着台阶那两人 被赶伤心 回家后就烧掉了所有欺负 到了1996年 进入文革时期 石头和小豆子被打进了批凑台 石头被迫揭露小豆子 种种不堪的管事 而为了自保 还与其间划情解析 其间最终受不了打击 删掉自杀 而小四最终也是被批凑的对象 专业间11年过去 小豆子和石头 还在继续排练着霸王别姬 可是这一次小豆子 似乎看到了这一切 选择自闻于西台 结束悲惨的一生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 豆瓣冰封高达九点四分的 华语佳作 尤其影片中 小豆子的实验者张国荣 把一个成名于戏剧角色中的鱼姬 传逐着栩栩如生 西台上的鱼姬 深爱着霸王 而台下的小豆子 也深爱着石头 但是人无完人 小豆子把石头 想象得太过于完美化 才会在石头 为了保全自我批斗时 那样痛苦 那样悲绝 直到在最后一刻时 他才醒悟过来 他不是真的霸王 随后自闻于西台 本期小语说电影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